大家好,欢迎观看罗伯Vlog,我是罗伯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青甘大环线的第四段 从大柴旦出发,向南进入大柴旦亚丹地贸区 来到南巴仙,然后往西走到台积南尔湖区向北转 进入俄伯良地区,最后到达冷湖结束 这条线路值得记录的景点呢 首先是大柴旦亚丹地贸区的大柴旦魔鬼城 然后是东台积南尔湖的乌苏特水上亚丹地贸 再来到西台积南尔湖的双色湖 穿越火星一号公路,到达俄伯良无人区深处的火星营地 最后是穿越探索俄伯良无人区 总里程大概是500公里,或者是更长 因为这段行程开车就是在旅行 正常呢,是两到三天可以走完 但是由于这里是属于柴达木的核心景区 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青海省的灵魂所在 所以很多喜欢玩穿越,玩越野的人呢 可以在这里开心地玩上一个星期,一个月都不会腻 那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 这一段的海拔呢 我们出发的大柴旦阵 相当于是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边缘 海拔是3100米 之后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在2700到2800米 那么我们从大柴旦出发 一开始我们发现出发时的天气很差 灰蒙蒙的 而且外面飘散了很多沙子 我们还担心这样下去的话 又是灰蒙的一天 结果呢 发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沙尘暴 在这里是经常看到的 有时候是几天游一次 有时候是一天就几次 就突然之间整个天气全是沙子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然后过一会儿就没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走到外面去 你就满鼻满口 眼睛上都是沙子 所以根本不能出车门 往前走呢 我们又跟青藏铁路相遇了 这里是一段笔直的青藏铁路 我们站在铁路边往下看柴达木盆地的中心区 可以看到下面是一片小无人区 全是养丹地貌 说到青藏铁路在这里一定要说一下 因为从西宁开始呢 这条青藏铁路就跟我们分分合合 在这几天的一路上就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 我们有时候在车上休息的时候 就会坐在这个铁道边等着火车经过 然后到这里开始呢 它会向南翻越昆仑山脉进入西藏府里 而我们这里正常的青甘大环线是直接向北 翻越当今山口就进入甘肃 就算是我私人定制增加了绕柴达木益小圈的行程 但是依然会跟他分别 这个时候正是跟青藏铁路分手 心中是非常的不舍 我们都上去在铁轨上静静地走了一会儿 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火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首先它象征着远方 但是呢它也象征着坚守原则 因为它有一条轨道 哎呀 说得先个好男人呀 告别了青藏铁路 我们就来到了大柴弹魔鬼城 这里是一望无际的亚丹地貌 亚丹正是我的偶像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命名的 它在维吾尔语中是陡峭的小山包的意思 泛指那种凹凸不平的风石地貌 所以也叫风石林 在大柴弹魔鬼城中呢 它有很多种的亚丹地貌 我们在青藏线上看到的那种是典型的低矮土包 像蒙古包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就是走近了 我们爬上了一座 这里的土质非常的松软 要特别小心 还可以看到远方有很多车车 一直通向看不见的地方 就是我之前说的很多穿越爱好者 四驱爱好者 他们驾驶着他们的那种性能非常好的越野车 才能到达的地方 这一类的四驱穿越爱好者 我想我是做不了 因为我没钱 你这句话说的好有道理 木之所及呢 可以看到只有一条路 也就是我们来的这一条 它随着地势的起伏 直接扑展过去 非常的具有美感 我们继续向前 渐渐地看到沿途的亚丹地貌 变成了高耸的尖的那种土包 有点像金字塔 是不是 嗯 是啊 这是另外一种亚丹地貌 而从这里开始呢 手机就正式的没有任何信号了 只可以搜到GPS的定位 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一长段行程呢 我们都不会被任何人打扰 这种感觉其实很好 而大柴弹魔鬼城 现在据说在开发 可能以后建设成景点之后 一切设备都会很齐全了 但是我更喜欢这种原始的感觉 接下来继续往前 就到了最壮观的第三种亚丹地貌 可惜呀 没有适合的拍摄工具 又是没有无人机 啊 行行行 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无数个一头高而抖 另外一头低而缓的大山包 你这样看 它其实很大 可能有五六十米 甚至一百米长 一个一个像从海面上浮出来的 鲸鱼的脊背 就叫做金背形亚丹 这个没有正式的命名 但是在旅行爱好者口中 它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出名的景点 它的名字叫群鲸出海 方圆几十公里 看不到尽头的地方 全是这样的 你想一下 这样的金群是多么的壮观 往后走呢 还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开阔 有些地方密集 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到 密集的是属于风石痕迹 而开阔的地方属于水石痕迹 它以前是一条河谷 走出大柴的魔鬼城 这片亚丹地貌之后呢 我们向西走 就来到了台积南尔湖区 台积南尔湖 分为一东一西两个湖 占的面积非常大 我们首先到达的是东台 为老大爷看起来很慈祥 于是我们百般跟他说好话 他就是坚决反对 我们依然不死心 最后他说 就算让你们进去 也是有监控的 那监控看到你们 他们依然会把你请出来 还会扣他工资 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们能怎样 我们只好新西兰的离开了 就在很远的地方 随便拍了这张照片 这个乌速特 它是非常罕见的 大片水石形亚丹地貌 它需要在这一个地质层呢 要有非常坚硬的岩石 夹着较为柔软的土层 才会在加之亿万年的 地质变迁之后 形成这样的奇观 我稍微搜索了一下 网上的信息 这些水石的亚丹塔 一般都是高十几米 最高的达到五十多米 有十几层楼那样 可以想象到的是非常壮观 在再次错过一个 这么经典的景点之后 我们就决定 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再来一次的 以后规划路线 要把这个地方架进去 继续往西走 到达西台吉拿尔湖 其实在西台吉拿尔湖 我们也没办法做过多的停留 因为它湖中间有一条路 你是导航不到的这条路 它正在修 但是这条路呢 就是这个湖的灵魂所在了 它把湖分为两部分 左边的那部分是深绿色 右边的那部分是浅绿色 所以叫双色湖 但是正在修 所以上面没办法停车 我们就只能直接匆匆掠过 而且在这个地方是一定要航拍 才能拍出来那种感觉 如果有空中视角 你就像在地平线上行驶 一个梦幻的世界 这个太神奇了吧 这个是自然形成的 还是人工修的呀 我觉得应该是人工修的 因为我以前看的时候 它是一条土地 一个地岸 很多人在上面走 然后拿空中视角这样拍 现在它要把它建设成一条公路 就是车可以开过去 我好想去 下次要带我去 这个拍照太好看了 所以我在这里就决定了 以后一定要走这条路 我已经想好了 因为从这个地方继续往西走 就进入了罗布泊无人区 过去就是新疆了 所以以后 我想着从新疆出发 重回青海 乌苏特 大财旦魔鬼城 翡翠湖 都可以好好游览一番 那我们过了西台积南尔湖 就没有继续往西了 而是向北 进入了俄伯良 亚丹地茂无人区 这是真正的无人区了 这一条路呢 叫火星一号公路 这里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它跟火星的区别就是没有大气 这里是由沙漠 那种沙地和不明显的亚丹 混合而成的 一开始是柏油路 但是路况特别不好 坑坑洼洼的 而且一部分一部分的路 就被那个沙子给盖住了 盖住的是地方有的几米 有的十几米 必须加足了马力冲过去 不然很容易就陷到沙子里面 很多人拿这个地方 跟美国的66号公路对比 但我觉得这个没有可比性 这里更加的野性 更加的原始 更加的荒芜 我们是驾驶的四驱车 还稍微好一点 从起点 西台进南尔湖 到终点 就是冷湖的5号石油基地 88公里 4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定要以数字命名的话 还不如叫它88号公路 就是这一段总够88公里吗 对 在公路边我们还发现了 隔那么久就有一个路碑 这个上面写了74 我们就在想 是不是88公里 我们走了14公里 但是后来又发现有一个93 就解释不了了 于是我决定在这个路牌这里 留一张影片 让果果叔叔帮我拍一下 果果叔叔拍完之后 哲哲摇头 然后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这个姿势太业余了 我说你行你上 结果他 你看 果然很追 好妖娆 甘拜下风 沿着火星一号公路行走呢 很长一段路 侧面都是像一个峡谷一样 按照我们常规的思维 会认为这是一条河谷 然后我们走过去看了一下 实际上下面什么都没有 从卫星图上能看到 其实它是叫龙槽形亚丹 它这个地方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巨大沟槽 有无数条 我们只在一条的侧面 我们首先的目标呢 是寻找在它中段的一个叫火星一号营地的地方 走了一半就没有柏油路了 还好能辨认这条路 依性能看出来是一条路 所以也不怕走失 只有一个分叉路口 这条分叉路口就是继续直走就通向了那个终点 然后拐进去就是火星一号营地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快到了 因为我以前查过路线 终于呢可以看到前面出现一个高台 我们家族玛丽四驱车爬上去 在前方出现了一栋非常科幻的太空基地式的建筑 非常有科技感 在这里我们惊奇地发现终于有信号了 然后环顾四周会发现旁边有一个小信号塔 前方好像还停了几辆车 走近一看呢 几乎都是废弃的 但是没有看到人 正当我们疑惑的时候 又走出来一个老大爷说 这里现在不开放 夏天才开放 我总结了一下之前失败的经验 走过去 先递根烟 问他 老大爷哪里人呢 他说四川人 我说四川是我的宝地啊 我可喜欢了 说说就聊开了 老大爷很好说话 让我们进去了 从里面看呢 这里就是像电影里看到的宇航基地一样 主要是科普各种宇航知识的教学 还有食堂 洗浴室 还有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就是那种太空舱式的舱房 很小 我觉得这个也太小了 就老大爷在旁边跟我介绍 说这是小学生夏令营用的地方 也是号称最艰苦的夏令营 主要是学习宇航知识 培养做宇航员的兴趣 并且在小学生中 选拔宇航太空方面的后备人才 就我想也是这么小 你不可能就能培训他什么 但是如果能启发他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他如果从小就怀揣着这个梦想 他自然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随着跟老大爷熟络起来 他说他一个人驻守在这 一个月换一次班 就是在这种不营业的时间 一个月换一次班 他让我试一下那个选拔装置 是一个三层的一个装置 人坐在里面 只要旋动这个把手 他就会不定向没有规则的这样旋转 他说五分钟及格 十分钟优秀 让我试一下 转了一会儿我就翻江倒海 就感觉那个胃里面 就要往上出来了 我赶紧叫他停停停停停 他停了之后 我下来走几步还不太稳 就感觉天旋地转 休息了一下就问他 我这有多久啊 他说一分多钟 我猜也是 他说这样的选拔方式 还有很多种 平均一万个小学生 选不选不出十个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宇航方面的东西 真得从娃娃抓起 培养兴趣 加上这个严格选拔 我觉得这个还得跟天赋有关吧 肯定有关 像我这种小脑不发达的 就肯定搞不定 对 他就是要在这么多学生中 选出顶尖的人才 你说天赋也好 难怪中国的航天发展这么快 什么时候中国足球也这么弄 我觉得就有救了 少年足球 中国就是缺小情绪嘛 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告别老大爷继续往前 继续往前 我们又往回走 就是等于是往无人区的方向走 那里是有一条路基的 很烂 老大爷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关键点 就是在哪个地方 看到什么 往哪边转 看到什么 就到哪里 他特别说了一下 就是有一处地热温泉 到那个地方之后 就不能继续往前走了 之前出过这样一个事 有两个巡警巡山 他们巡山之后 失联了三天 因为里面没有任何信号 后面就再找了四个人 四个有经验的老巡警 进去找他们 做足了准备 五天后他们才出来 他们说第三天找到他 然后也没路了 六个人在里面逛了两天 才出来 那汽车没油了 怎么办 他们就是做足了准备 还好 还带了很多物资 因为老巡警有经验 他们出不来 就是因为在里面出来 只能靠指南针 而里面有一片地方的磁场 是紊乱的 靠太阳啊 对 他们最终就是靠着太阳 在走到磁场稳定的地方 才出来的 我们往前走呢 就觉得这里越来越像 那种外星球的景观了 各种各样形状的亚丹地貌 简直是自然界的鬼斧神工 这些奇形怪状的亚丹地貌 漂浮在沙海之上 被称为沙海亚丹 我们一路非常谨慎啊 沿途各种详细记录啊 拍照啊 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老大爷形容的 有些地标 我们发现了很多个 往前走又有一个 往前走还有一个 走了一个多小时 也没找到那个温泉 我们就想着 就不行了 得往回走了 就万一晚上出不去的话 那不就要在这过夜了 又没有信号 结果回程呢 发现之前记录的地标 也找不到 那你们迷路了吗 对 我们当时心好慌啊 这个时候我拿出指南针 还好磁场是稳定的 我们要去的地方 是在西南面 所以我们就一直 往着西南的方向走 看到那种山体阻隔了 我们就找路绕过去 继续往西南走 你们不是有一个地基吗 你们不是沿着地基走吗 对忘了说 就是它只是一个路基 然后你再往前走 你会发现这个路基 在很多地方分岔了 就找不到了 就慢慢的没了 对就慢慢的就没了 我们走了走的 就发现这个路基 目前没了 本来显示 好像还有一条 隐隐约约的 还显示一条路的 我们一路上就商量的走 尽量都没有多说别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 对方心里特别的紧张 不敢多说话 终于到远方尽头 眺望到了 隐约出现了一条 在荒漠之上 笔直的公路 就是我们要去的 去冷湖镇的那条路 那万一那个是 还是射楼 当时没想到这个问题 还挺可怕的 真的挺可怕 进入人区真的很可怕 还好我们是四驱车 因为再往前走 有一个地方是 车很难过的 我们是硬着头皮 这样过去了 靠着前后轮 一起加力 这样冲过去了 终于回到了 正主路上面 这个路简直是一条天路 太漂亮了 修长 你们耗了多久时间在里面 在里面大概用了六个小时 就是从湖区出来 到这出来用了六个小时 你们可真厉害 其实也就走了 我们看一下里程表 也就走了不到一百公里 可以看到车檐上 厚厚的一层灰 还算你们预计好 往后直接就能到冷湖镇 到了冷湖镇呢 其实天已经黑掉了 我们比较兴奋 还出去拍了几张星空 刚拍两张月亮出来了 星星就都看不见了 于是我们就回去休息了 那个酒店老板 听起我们 说起我们今天的经历 就说你们胆子可真大 从来没进去过的 都可以走 他说你们很明显是走错路了 那个温泉他们都知道 只要是路线是对的 就会到那个温泉 然后从那里 他有一个路牌 说说你要往回走 我们没到那里 肯定是在某一条路走差 因为都是这样的 你在哪里看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事情 想起来很后怕呀 对 其实这个冷湖镇 非常值得讲一讲 那关于这个冷湖镇呢 我们放到下一期 他见证了建国初期 一帮怀揣着一腔热血 赤子之心的前辈们 在这里建立了 伟大石油事业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我的行程 开始你的旅程 身体和心灵 总有一个在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